之前昨天的观众想听我聊自动驾驶 因为现在各种车企都把自动辅助驾驶能力 作为新车的宣传噱头 有的头上长鸡脚 有的靠量大叫嚣 还有的硬件升级和友商对标 有的嘴上很嗨 有的独孤求败 还有的心理坏坏 那您是不是有那个回国的打算呢 请问有没有 那必须的 是不是 厂商给了你那么多的选择 我们作为消费者到底买哪种更靠谱呢 那今天我就用一集视频帮你彻底搞懂 什么决定自动驾驶水平 现在自动驾驶真有用还是搞噱头 未来自动驾驶到底有啥用 我是小妮团说记 先说第一点 什么决定自动驾驶水平 很多人分析自动驾驶时 上来就给你扔一大堆的参数 但我认为参数其实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先明确自动驾驶解决了什么问题 肯定有孤勇小同学抢答了 自动驾驶不就是替代老司机开车吗 但正如尤瓦尔赫亚利在人类简史中所说 愤怒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 而是身体里面温度升高 肌肉紧绷的感觉 这才是愤怒的真相 类似的 老司机开车也不是抽象的概念 而要把自动驾驶解决的问题具体拆开来看 可以分成四大问题 一 融合感知 二 导航定位 三 控制决策 四 移动结构 用人话来说就是 我在哪 我去哪 我干啥 我冲了 这四大问题缺一不可 传统汽车都是在第四步 我冲了发力 比如很多车病人常说的 发动机功率 马力 扭矩等等 都还是从传统角度去看车 但自动驾驶车不一样 重点要看前三大问题 我在哪 我去哪 和我干啥 以前的车 前三大问题都要靠人来解决 这几年随着智能手机的进步 百度 高德等地图 成为我们前三大问题的帮手 这可以看作是传统车 转变为自动驾驶车的过渡阶段 所以雷军才会在演唱会上说 智能汽车 就是给一部大手机 装了四个轮子 说白了就是 要让汽车长点心吧 更多自己思考 更少被动控制 当我们知道 自动驾驶车要解决的问题是 我在哪 我去哪 和我干啥 三者缺一不可 那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自动驾驶是综合实力的体现 哪一步拉胯都考不上清华北大 所以很多厂商都爱用某项参数 吹自己的自动驾驶能力强 这是变相耍流氓 你要自己掂量掂量 那如何掂量自动驾驶水平强不强 高考要考语书外 自动驾驶也考语书外三科目 科目一 硬件配备感知气节 如同外语了解世界 科目二 数据积累便于分析 达到数学计算目的 科目三 算法开发控制决策 就像语文沟通学科 先说科目一 硬件配备 硬件是大家最能直观看到的 也是车厂最爱拿出来宣传的 比如新车 各种自动驾驶感知传感器 主要分成五部分 摄像头 超人波雷达 毫米波雷达 激光雷达和定位单元 当然基于L4级别的Robotaxi 感知传感器更复杂一些 感兴趣可以揭上Apollo这张图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小故事 大家都知道 Google的Waymo 是自动驾驶头部企业之一 但它的硬件之路 其实一样很曲折 2009年 为了让大家相信自动驾驶车 Waymo的负责人莱万 找了他在伯克利的好基友 共同策划了一档 自动驾驶车送披萨的电视节目 通过精心策划好的25分钟路线 和警察清理了道路 并全程护送下 自动驾驶车终于送货成功 这感觉有点像许老板 在员工队严防死守下 投进了三分球 终于让大家相信了 无人驾驶落地的可能性 当时的送披萨车 是激光雷达 这颗Validide的车顶激光雷达 价值就高达8万美元 看来这趟披萨载机送成本不低 当时Waymo还叫Google名下的 Project Shoffer 怎么感觉前段时间至极 想把IMAD打造成一位 更像人的AI Shoffer 是向Waymo致敬 正是由于Validide的激光雷达太贵 Waymo走上自主研发硬件的道路 三年后自产的激光雷达 在Lexus SUV测试车辆下 看来想省钱还是要靠自研 再看科莫2数据积累 很多美国公司都爱宣传自己的 数据量级有多强 比如Waymo和特斯拉 说实话人家确实起步较早 积累的数据量级领先 但除了要看数据量级 更要看有效数据 比如中国路况更为复杂 有数据统计 中国的路况要比美国复杂30倍 拿广州和硅谷来做对比 一路上跑的车数量相近 但行人和自行车的数量 广州是硅谷的5倍 二换道和加三出现了次数 广州是硅谷的5倍多 三逆行的自行车和电瓶车数量 广州是硅谷的60倍 再加上中美交硅也不一样 所以我说更要看有效数据 尤其是中国交通的有效数据 那什么算中国交通的有效数据呢 比如中国的大车数量多 形状各异 全时间我看 自己IMAD专门收集了 中国道路上1亿大车的数据 其中有差不多2500万异形大车 覆盖了中国各种稀奇古怪的大车场景 这就是中国交通的有效数据 那收集这么多数据有啥用呢 需要科目三算法开发 算法开发离不开数据的未养 就像吃饭补充能量 但如果只有数据 没有好算法 就像一个人光吃饭不思考 跟饭桶没啥区别 之前大小马聊科技第16集 已经详细讲过 特斯拉基于视觉和神经网络的算法开发 我简单概括为三个要点 一 特斯拉不走寻常路 FSD不能按照SA1的L0至L5级别 去明确划分 FSD是L2至L4区间各功能游走 二 特斯拉FSD的纯视觉方案 没有激光雷达 也没有高精地图 通过大量的数据 灌到特斯拉的神经网络中 去做训练 然后在车上的芯片部署 这条路特斯拉会一路走到黑 三 特斯拉用脑洞大开的 视觉空间拉伸技术 把2D地图扯成3D地图 Bird Eye View 空间和时间概念 加入到神经网络 让它们无需激光雷达 也可以构建点云地图 在人工智能方面 是一个巨大革新 值得特别关注 如果你还不懂 可以去看大小马16级 虽然特斯拉上路表现还不咋地 但我越了解特斯拉的技术入境 越觉得厉害 当所有友商都选择 用激光雷达配合高精地图 只有特斯拉选了视觉感知方案 还做的有板有眼 原来行业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L3级别以上自动驾驶 必须依赖激光雷达加高精地图 特斯拉挑了一条 Robert Frost笔下的未选择的路 有了新的可能性 我觉得也是值得尊重 但除了特斯拉 我更关心的是中国车企们怎么做 大家都知道 新势力擅长自研算法 还都有自己的专属名词 比如小鹏NGP 蔚来NOP 还有最近发布的理想L9的AD Max 自己L7的IMAD等等 都各具特色 正好说第二点 现在自动驾驶真有用吗 我相信大家对于厂家 经常宣传的车道保持 孙伯伯车 AB自动紧急刹车辅助 打灯变相超车的功能 已经比较熟悉了 但实际体验到底如何呢 所以我和自己一拍即合 前两天我开着特斯拉Model Y 去试驾最新的至解摇期 不是我想砸场去 而是我就是想看看 自己花三万二买的特斯拉EAP 到底是不是血亏 整个体验下来 还是远超我的预期 除了特斯拉 电动车我开过不少 大家熟知了 魏小李 威马 吉克 吉胡 蓝图等 新势力各系车型 还有自己在上汽的兄弟企业 非凡汽车 我都长测开过 但至解摇期 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 为什么叫最熟悉的陌生人呢 最熟悉在于 至解摇期的很多操作逻辑 都和特斯拉非常相似 最典型的就是 右侧挡杆下拨两次 开启自动辅助驾驶 还有自动泊车 体验完全不比 我花三万二买的特斯拉EAP差 甚至有些方面做得还更好 比如遇到有车加三 刹停和重新起步操作 都非常顺滑 没有突然的急刹车或加速 至解摇期表现得更像 中国老司机 还有遇到大车 至解也会主动避让一些 更加安全 那陌生在于 至解摇期有些独特体验 让我耳目一新 最惊喜的就是 融合声光电的沉浸超跑模式 放段实拍 大家感受一下 超跑模式确实很有特色 但不能同时看车机导航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可以再优化的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产品经理认为 你都开超跑了 还要导航 我赞同嘴哥说的 现在买燃油车 就像智能手机时代买功能机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自动辅助驾驶 确实已经可以极大程度上 解决驾驶疲劳 如果你买特斯拉 我是非常推荐你 买三万二的EAP 不要买六万四的FSD 但总价你是要掂量掂量的 比如我的长续航版Model Y 加上EAP 已经要四十二万六千九 相比有很多标配自动辅助驾驶的新势力 比如智能7 三十六点八八万起 标配自动辅助驾驶功能 Model Y价格已经没啥优势 最后说第三点 未来自动驾驶有啥用 之前我聊米哈游投资时 很多观众评论点醒了我 米哈游投资火箭核聚变 是为了造EVA 虽然我还没完全误到 火箭核聚变和EVA有啥关系 但我突然想到 EVA是不是更需要自动驾驶呢 哪怕有人坐在里面驾驶 跑跳躲避等动作 还是要靠机器来自主完成 所以说到自动驾驶能力 不仅局限在车上 还能结合三个方面继续做创新 一材料 二形态 三场景 比如蛇形机器人 不仅能游泳和上树 甚至还能往你腿上爬 可以说是自动驾驶结合材料 加形态加场景的最典型创新了 如果能把自动驾驶 和其他功能再结合 比如质解L7首创的CarLog 智能车载摄路系统 采用超一级像素的高画质 近180度超广角宽画幅的独特视角 车带你游遍祖国大好山河 同时还能记录美好 所以我经常说 自动驾驶不只是一项功能 而是能力 就像你学外语 并不只是为了考试拿高分 而是要学会和老外聊天的能力 小结一下本期视频的要点 一自动驾驶要解决四大问题 我在哪 我去哪 我干啥 我冲了 二评估自动驾驶能力 也有与数外三科目 应接配备 数据积累和算法开发 三 现在的自动辅助驾驶值得买 但要考虑好总价 四 未来自动驾驶能力 不仅局限在车上 还能结合材料 形态和场景 三个方面继续做创新 除了买车时 要考虑自动辅助驾驶功能 还有很多同学 对于选自动驾驶相关专业和职业感兴趣 既然我说 自动驾驶是综合能力的体现 有八大方向供与考虑 感知 高清地图与定位 决策规划 控制 系统 云服务 软件平台和硬件 如果你想对八大方向 有个初步的了解 我帮大家整理了 自动驾驶精华学习资料 为了避免大家 学自动驾驶知识 和行业最前沿的信息脱节 我专门请教了 自动驾驶资深从业者大卫 给大家推荐了一线资料 我会把链接 放到视频简介或评论区置顶 最后提醒大家 虽然目前用自动辅助驾驶 出事故 只是小概率事件 但放在那个不幸的人身上 概率就是百分之百 但谁又能保证 自己不是那个百分之百呢 用过自动辅助驾驶的都知道 如果你注意力不集中 很容易翻车 如果你没办法接受这个现实 千万别买 也别用这个功能 而且车企宣传 也要格外谨慎 不过我很开心的看到是 现在中国除了自动驾驶 还有越来越多原创功能 比如今天我讲的 自己超跑模式 Carlog 大小码聊过了蓝图三连升降屏 可变色车顶玻璃 最近发布的理想L9温奶器 Switch直连二排大屏 都很特别 从相信自己特别 到自己真正做到特别 其实距离并不遥远 最后送给大家一段 我最近看到徐欣的连线视频 特别有收获 有个老师是黑人老师 当他走到我们教室 首先他打扮得花枝招展 然后来了以后就在黑板上 直接走到黑板就过不血 你是一个奇迹 这个老师他是 担心妈妈带了个孩子 那个小孩挺调皮的 经常就在地上挑霹雳 后来有一个老师 我把他给我发现 你知道吗 这个当道老师 他的儿子都出名了 后来都往上一查 他知道我开EOS 这节我聊完了自动驾驶 下集我会聊聊自动驾驶的 关键零部件激光雷达 回答三个问题 激光雷达数量多 一定就好吗 为什么特斯拉坚持不用激光雷达 有的车却用了四颗 激光雷达真有用 还是搞噱头 如果你想看我下集讲激光雷达 不要忘了帮我点赞关注 我是展宁 他说机 我们下集再见